五岁小女孩只因为棋下得好 竟然被日本选手点名挑战 沈老先生 本是15号有一场国际围棋比赛 来了好几位日本顶级棋手 点名要挑战乐轩小姐 我们诚恳地邀请她加入我们围棋社 迎接挑战为国争光 是啊沈老 我们知道您当过兵 有一颗爱国情怀 加入我们社团 不但能为国争光 也是给乐轩小姐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听到这里 沈老爷子终于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为国争光是真 拉拢小家伙也是真 为国争光就一定要加入你们社团吗 谁规定的 沈老参加国际比赛 离不开我们这种平台 首先就得有参赛资格是不是 没错 以乐轩小姐的身份 现在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 沈老爷子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两人 我家小丫头业余都比你们强 请问贵社团有什么实力 邀请她加入你们 两个男人一阵脸红 顿时接不下话了 参赛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 就用不着二位操心了 慢走不送 两人走后 老爷子将小家伙叫到一边 小雷 刚才那几个叔叔的话 你听明白了吗 爷爷 我听明白了 为国争光 是不是像你以前当兵一样 保护我们国家 我下棋打败小日子 也是在保护国家 小家伙非常激烈 只是年龄还小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 乖孙女说的真好 就是这个意思 棋场上打败国外棋手 保护国家的荣誉 也就是为国争光 那么你愿意接受小日子的挑战吗 如此严肃的话题 小老六立刻乖乖的站好 像个小战士似的 爷爷 我非常愿意 好 不愧是我家的六丫头 有骨气 老爷子有些激动 眼眶微微泛红 我这就给你放爷爷打电话 让他弄一个餐宰名额 此时一旁的四小只也兴奋了起来 我感觉妹妹要飞了 以后我再也追不上他了 同感 以后小轩轩向别人介绍 这是我四哥会不会很没面子 只有大哥和妹妹在同一个段位 我们追大哥都很吃力了 以后要大哥小六一起追 神小二是个另类 说话一贯像个该溜子 身前哪管身后事 浪得几日是几日 哦耶 不过能通奏小日子 感觉也很不错哦 有二哥垫底 我们更有信心了 加油 有种你们别跑 看我不揍的你们满地找牙 你要揍谁啊 不好快离物 距离比赛时间还有最后五天 沈老爷子刚到公司 老方头就打电话过来了 老东西参赛名额搞到了 不过 没等方老头把话说完 沈老爷子就立刻高分贝的说道 老方谢谢你啊 改天老子请你喝酒 再见 挂完电话 老爷子还不忘贬低人家 方老土匪 思想绝无敌 办这么点正事 还想坑老子 没满 此时一旁的沈一头冒黑线 他都忍不住替方老头打抱不平 爷爷 我认为 你应该换一只羊耗羊毛 方爷爷被你耗了一辈子 都耗得没几根了 哟 好你个臭小子 什么时候学会胳膊周往外拐了 两人话闭 方老头又打来了电话 你是我天天最美的人才 这次老爷子直接把手机推给了乖大孙 臭小子 你来个不好羊毛的方早让我瞧瞧 沈一刚想开口 电话那头就传来一阵脾气失足的粗话 沈老东西 这次你可欠老子一个大人情了 你休想赖账 窗户都给你砸了 这人情必须给老子拿人来还 沈一很想说一句谢谢方爷爷帮忙 可根本插不上嘴 你家小丫头 老子才不管是你孙媳妇还是孙女呢 总之这门娃娃亲 老子要定了 这孙媳妇以后就是我老方家的了 沈一画到嘴边的那句感谢 顿时画成了一股木 原来方爷爷是想跟我家攀亲啊 我们家小六还没断奶 这事就算了吧 你两个孙女不错 跟我们家订个娃娃亲也行 方老头一愣 没想到会是沈一这个小兔崽子 刚才太丢长辈的形象了 是一儿啊 方爷爷跟你爷爷开玩笑呢 我就是太稀罕小乐轩了 沈一憋着火气 控制不住的要狠狠耗方老头的羊毛 我家小六确实挺招人稀罕 肖肖年纪一身本事 将来肯定不会入商业圈 更不可能商业联姻 方爷爷要是愿意 您的两个孙女可以嫁到我家来 跟老人今晚阴谋 沈一还是低估了方老头的实力 好你个臭小子 比你爷爷还狠 小小年纪就这么护你小媳妇了 沈一文言脸蹭的一下就红了 战斗力刷刷刷的往下掉 方爷爷别开玩笑 那是我家小妹呢 好好好 妹妹好 一儿这可是你说的 方爷爷家的二丫头也不错 过两天就过来跟你订娃娃亲 方爷爷爷不止稀罕小乐轩 还很稀罕你这个小神童呢 好好好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为了尽快止损 沈一把自家爷爷的一举一动 学了个七八成 那个方爷爷 谢谢您帮忙弄参赞名额 再见 怎么样 乖孙 对付你方爷爷就得用我的方法 没想到方爷爷毛这么厚 您还是继续薅吧